在廣州花都探布鎮鴨一村村口 記者看到靠近路邊的果樹果然全部倒伏在地 粗略估計數量超過50棵 當中大部分的樹幹都有近30公分 還值者羅生介紹 他昨晚9點多鐘經過村口的時候 就發現這些果樹慘遭破壞 另一片果林都是鴨一村的集體用地 30多年前 羅生開始在這裡種樹 一家人都是靠此為心 第一感覺是很生氣 第二感覺是怕著 父親都老了 老人家都70歲了 怕著他受到什麼刺激之類 讀書的時候 我們未曾出去工作的時候 都是靠果林供我們讀書 和我們生活的 記者在採訪中就發現 這些被破壞的果樹 有些是避難腰截斜 有些是連根拔起 而在那些果樹旁邊的路面 還有大型機械壓過的痕跡 對此羅先生就懷疑 這些果樹是被隔離工地的機械所破壞的 據介紹 這一片果林旁邊規劃建設了一個工業園區 目前大型機械正在平整土地 探布鎮黨委副書記表示 經過初步調查 果樹的確被旁邊工地的大型機械破壞 不過實為誤話 下一步 他們將會按照標準 對市主進行補償